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703集 夏子玉深吸一口气 我不算命 我只知道你们想要逃过一劫可不会容易 杜少爷 我认为你有眼光才和你提合作 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杜昭辉等着夏子玉说下文呢 这女人又闭口不言了 杜昭辉比较反感故弄玄虚的人 有本事的人不用故弄玄虚 一个人有多少价值 就不该利息展示 如果你在在我面前玩这个 下一次 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你都不可能再见到我了 夏子玉顿时一噎 杜昭辉和他接触过的任何人都不一样 这人毫不怜香惜玉 一点都不好糊弄 夏子玉深吸一口气 越是这样 他越是不能放弃 他都觉得难缠 夏小兰将来的日子 也必然不会好过 杜少爷 你太着急了 那我就先说一件事吧 三月份 苏联要换领导人了 杜昭辉看夏子玉的眼神 就是在看傻碑 苏联的领导人是终身制 绝无退休的说法 这一任领导人 是去年二月份才上任的 迄今不过是一年时间 显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苏联在三月份会换领导人 除非有政变 或者现任领导人去世 这就是夏子玉谈合作的底牌 他这些情报是哪里来的 除了苏联的 有没有划过的 杜昭辉还不至于 因此激动地跳起来 他把打火机在指尖 甩出一个漂亮的弧度 漫不经心地点燃一根烟 吞云吐 夏小姐 对你的预测 我还是很期待的 小王把夏小兰送到招待所 又替夏小兰开好房间 特别给招待所打了招呼 注意一下夏小兰的安全 办完了这些事 小王才走 夏小兰现在才真正冷静下来 想想刚才杜昭辉的举动 就是试探他爸 唉 还他白激动一场 当着小王的面 杜昭辉的合作条件 他怎么都不可能同意 如果杜昭辉真的要替他处理掉夏子玉 选择的地方 不会在大街上 香港老果然奸诈 很难对付啊 幸好杜昭辉此时 并不算他的生意对手 两人算是因为夏大军 才扯上了关系 车祸反而是意外 和杜昭辉打了几次交道 夏小兰也在琢磨这人的性格 看似肆无忌惮 其实精明无比 惹得起的人 杜昭辉就拼命裁 把普通人当蝼蚁对待 惹不起的人呢 杜昭辉就会小心收敛嚣张 伪装成风度翩翩的豪门小开 这种人之前还嚣张 后来能向康伟道歉 本也不存在节操 指望他记着一个保镖的恩情 担惊截律地向夏大军报恩 有什么好报恩的 对杜昭辉来说 是花钱买别人的保护 付钱的服务 享受得理所应当嘛 夏紫玉和杜昭辉凑在一起 如果给不出杜昭辉想要的好处 那也不足为虑 夏小兰慢慢把思绪捋清楚 夜里才能睡着觉 不知道陈希良北上的结果如何了 如果真能说服春晚的演员或女主持人 穿上露娜的板样 那就是撞了大运 不能说服也没关系 反正露娜是草创 再继续两年也行啊 夏小兰是做多收打算 睡着之前 她总觉得自己忘了一件什么事 第二天早上 刘勇从京城飞过来 生就两个在建材店里会合 夏小兰彻底把模糊的记忆 抛在脑后 舅舅 您啊 应该租一个办公室了 远辉的业务发展得挺好 刘勇连正经的办公室都没有一个 和客户谈业务 要不在招待所 要不在建材店 刘勇租的平房又破又旧 根本拿不出手嘛 小兰说做一个就做一个 刘勇太瘦了 脸上也没有什么脂肪 笑起来眼角的纹明显 但每条皱纹里都透露着喜悦 因为刘勇的装修公司搞了一年 的确是赚到了钱的 大头当然是市政府招待所赚的那十多万 不过刘勇分了一半的利润给夏小兰 他自己只剩下几万块 就算如此 那一笔赚的钱 基本可以填平 买京城的四合院和入股建材店 刘勇一盘完账 笑得眉不见眼 装修完招待所之后 借的工程虽然零碎 可架不住加起来数量多呀 有李栋梁和葛建帮忙 收尾款也挺顺利 还有五行长主动提供贷款 这一年 刘勇的事业正是高速发展 他提前到银行取了现金 挨个给工人发工资 大部分工人一个月出工都超过了25天 搞这行的 工资都不是月薪制度 而是干多少活拿多少钱 鹏城这边工资高 技术好的大工能拿18元一天 就说在远辉干活 一个月30天都干嘛 最高工资能拿540元 这比去外资工厂上班赚的还多 当然 现在远辉的工人 能拿这个级别工资的寥寥无几 一个月都不休一天 也不可能 普遍收入在300到400元之间 平时可以预支薪水 大头要放到年底发 刘勇不是想当黑心老板 工人的流动性大 如果真的是日节 他没办法保证工程的进度 领了钱隔天就不开工的人不少 总要有点规章制度 有事想辞工 也要提前半个月说 让远辉招到新人才行 这就导致了发工资的场面 还挺震撼的 比如从商都跟着刘勇过来的工人 一次性领了3000多元的工资 刘勇发一个人的钱 夏小兰就在本子上勾一笔 上工多少天 不仅刘勇手里有记录 工人其实也心里有数 这些账可是夏小兰帮忙整理出来的 给那些工人的工资 就发了有6万多 包括每个人都有的100元过年红包 李栋梁和葛剑则是另算 这两人是刘勇的副手 让他们单独管个小工程都没问题 办事也尽心尽力 刘勇给两人开的是固定月工资 他俩的年终红包 可要比普通工人多 小兰 我想先还银行十万元 欠着钱呢 我心里不安生 老话说 有仅有还 再借不难嘛 夏小兰其实想说 银行的钱利息那么低 当然是能用多久就用多久 不过 舅舅和她观念不一样 认为欠钱不踏实 夏小兰也没拦着 反正账是夏小兰亲自算的 她舅舅这一年 除去外面一些没收回的工程款 那也是赚了不少钱的 打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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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认为欠总教兼小兰 打破手 打破手 打破手